大家好 我是靖 這次來到位於新北市金山的獅頭山公園 海拔約70公尺 是個幼幼般等級的步道 沿著海岸走走可以眺望竹台雙羽神秘海灘 還去了三隻貝殼廟走走 是無數個珊瑚貝殼組成的 影片開始前可以先幫我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出發吧 880公尺 竹台雙羽 走吧 今天來到位於金山的獅頭山公園步道 那這座山大概海拔70公尺 它的道路都是這種柏油的 其實蠻好走的 那它是可以走一圈 到一個竹台雙羽神秘海灘 是個非常幼幼般等級的步道 那它的登山路口停車位差不多是10個 就上來可以碰碰雲騎 那沒有位置的話就要到 遊客中心那邊有20個位置左右 五一連假又大概下雨了 實在是有點傷心 今天雨很小所以 還是很多人來北海岸玩 這一次是帶朋友來玩 所以就走一個輕鬆的步道了 這邊呢有很多的涼亭都可以看到這個海景 都是還蠻適合帶親子啊長輩來的 走到一半之後有一個公廁 蠻方便的 那其實也已經走了三分之二了 到那個竹台雙羽 走一下就到了 剩200公尺左右 這邊是大豚火山群 這邊有七星山 這邊有雞龍魚 看到竹台雙魚了 我們現在都在這裡 就到了 阿五 這個地方 我們要坐下來 我們要坐在一起 我們要坐在一起 被我們永久 坐在一起 這個地方 我們要坐在一起 我們要坐在一起 這個地方 我們要坐在一起 我們搶在一起 那这里是竹台双语必拍的一个景点 就是过了这个凉亭之后 这边有个造景很漂亮 可以跟竹台双语合照 上面写说注意安全 算是比较危险的区域 是在下面的石礁 那就走走看 不知道下面有什么神秘海滩还是什么 它蛮有趣的 但今天浪真的蛮大的 那个神秘海滩蛮多人来拍婚纱的 有机会可以下去看 它听说有海蟑螂啊 那步道都非常的完整 就算是下雨天来走 也不会觉得很危险的感觉 这边看竹台看更近 首先一直在绕着这个竹台走 可是这边的路特别小条 还有很多的洞 然后这个风会把头发吹成小毛一样 这是从这边走上来 然后洞道走在这儿 从这边走就好像走到世界尽头的感觉 然后下面就是很像豆腐盐 然后下面就是很像豆腐盐 所以今天的风实在是太大了 有点太暗就一直往下走 我被吹得头超痛 比这个竹台双雨越来越近了 如果现在是好天气 一定蓝天白雨一定超好拍 就很像基隆雨这样子 可惜今天天气不好 但还是蛮适合来下雨天走这个舞蹈 算亲民了 今天的吃头山竹台双雨挑战成功 下次见 拜拜 来到金山我大推阿越野菜快炒 真的非常好吃又便宜 这个超好喝的 这是芋头米粉汤 最后一站来到了三只贝壳庙 从石头山大约开半小时可以抵达 从石头山大约开半小时可以抵达 贝壳庙庙的地方 哇 好神奇喔 现在在18楼和洞洞洞 看都是很真实的 好像是在海底一样 它是需要弯腰才能进来的 等一下就过去看一下 很像在走美空 是一样的 有点主要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 新的珊瑚貝成廟 大門口看得出是龍蝦、老虎 大門口看得出是龍蝦、老虎